正在興建的桃園捷運綠線 二十五號發生公安意外 有兩名工地工人 為了把捷運工程用的鋼板 運到其他的工地 不料在過程當中 鋼鐵板竟然從吊車滑落 壓傷了其中一名中性工人 在經過搶救之後 這名中性工人 在今天凌晨兩點多 宣告不至 意外發生 當時中性男子還意識清楚 說自己右側腹部 還有右大腿疼痛 在經過評估 救護人員立刻用長板固定 並且將他送往 林口長根醫院來急救 但是在經過兩天的醫治 仍然發生了 腸道壞死等等的併發症 經過緊急開刀 傷勢持續惡化 最後宣告不至 承包商會提供家屬 必要的協助 同時全面檢視工地的安全措施